埃塞尔比亚东北部的达纳基尔凹地 是这个地球最为偏僻的地区 同时已是地球上最热的居住地 这里年平均气温大约为34摄氏度 夏天最高气温可达62摄氏度 炎热的天气让这里变得异常干旱 水资源短缺 尽管这样 依旧有一个罕见的部落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便是游牧民族阿尔法部落 阿尔法人生活自由 无拘无束 他们不受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权力管制 顽强地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 生存了好几个世纪 这里的气温为何那么高 原来纳基尔凹地位于火山口附近 这里到处都是硫磺温泉 大大小小的火山热点随处可见 走在凹地上 随处可见冒着烟的开水 这里烟雾缭绕 形成了一种让人迷幻的景象 虽然这里气温极高 环境恶劣 可阿尔法人却奇迹般生存了下来 在过去 这片土地属于海洋的一部分 后来因为地壳运动 达纳基尔地区不断下沉 表面的水分逐渐蒸发 形成了一个咸水湖 由于这里的高温 湖水中大量的盐分被离析出来 逐渐形成了一片面积 达1200平方公里 厚度达到几百米的盐半 而这块盐半也成为了 阿法尔人赖以生存的资源 要知道 在上个世纪 盐在非洲的价值就跟黄金差不多 为了采集到这些盐分 非洲人铤而走险 常年忍受着50多度的高温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他们将盐块削得整整齐齐 然后用骆驼对穿越残酷的沙漠向外远 勉强维持生计 除了在盐矿当矿工 阿尔法人主要以游牧为主 他们善于在沙漠深处 寻找水源和植物 依靠放牧山羊和养殖骆驼为生 骆驼在阿法尔人的心目中至高悟上 同时也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而普通的阿尔法人 只能养得起山羊和毛驴 虽然阿尔法人生活自由 但他们脾气暴躁 对待外来人从不友好 这也许是气候太过炎热的原因吧 在阿尔法部落里 女人地位极其低下 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 吃饭时只能吃男人剩下的食物 如果食物没有剩余 他们只能饿着肚子参加劳动 为了抵御高温 阿尔法人必须喝大量的水 但这里的水资源匮乏 虽然水井随处可见 可大部分水井都几乎干了 每天早晨相对凉爽的时候 女人们要做的事就是 跑到几公里之外的山下打水 他们采用挑货贝的方式 用塑料水桶装完水带回家 每一桶水大概在50升左右 一天中他们需要往返多次 在这样的地区生存确实不容易 特别是阿尔法人的女人们 大家觉得呢